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如果我给它复制一份这个平滑着色标签呢 你看它又变得圆滑起来了 这个复制的话就省中它按住Ctrl键可以复制一份 好 那么它这里边参数原理是什么呢 就有很多新同学可能对这个就比较懵一些 第一个呢是这个角度限制 角度限制呢默认开启的 因为如果你要不开它的话 下面这些参数完全没法调整 这个是要开启的 好 第二个呢这个平滑着色角度 那这个呢就根据它当前的一个这个角度 进行它着色的一个范围 它现在是40度 比如说把它改小 哎 你就可以看到 它有的地方呢就会有这个着色 有的地方就没有了 你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去控制它着色的一个范围 好 那这里呢我就还是默认40度 当然你要给它改的更高的话 它可能都全部着色嘛 这个40度就完全足够去使用了 好 那例如说下面这个 使用边断开 那这个是什么呢 看现在开启和关闭它好像没有什么作用是吧 这里我把它给C掉 先选择一个边 好 双击这条边 双击完这条边之后呢 我鼠标右键 这里要记住我是C掉它之后选择边模式鼠标键 有个断开平滑着色 好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当前的这个边哈 就刚才咱们选择那个边 它变得不平滑了 它把这两面给它分割开了一样 那把这个使用边断开 给它关掉能看 刚才那个东西它就没有任何影响了 它的效果就消失了 这就是它的一个作用 好 那有同学又该问了 这个效果我不想要它 就是我不想让它中间有这么生硬的东西 想退回去怎么办 那你就再回到你的这个模型里面 选择边模式 鼠标右键 找到这个恢复平滑着色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把它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模式了 好 这里比如说我 再选两条边 这两条边 断开平滑着色 它这里就断开了 实际上像这种东西 你可以做一些像灯笼啊之类的东西 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做 它这个原理上来讲 你只要把原理给吃透了 做很多模型画都是OK的 好 继续来看啊 然后它下面还有个选项 就是这个连接平滑着色 边断开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选择啊 说错了 你看 例如说我这里选择它 这个边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想把刚才已经 进行过这个平滑着色的边 给它选中 怎么去选快速的方法 就鼠标右键 直接选择它 它会自动给你选择上 你以前断开平滑着色的线段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你再恢复 OK OK 那么这个呢 就咱们这一课要讲的 这个平滑着色 它的一个原理 大家可以自己去练习一下 好 感谢同学们的观看 就算下去了 咱们这一课要的 像樣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